这样是台湾最普遍的美食小吃 他细路还挺广的 从菩萨的路边摊 高级的五星级酒店 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哈喽我是皮皮组 这里是士林的摄子 哎呦老板用大量的黄色做招牌 店内又播放着中兴兄弟的比赛 老板应该是百万项目之一 我称这一种叫做能吃饱的价格 最先上桌的这一碗是意面 卤肉饭紧接的登场 因为今天是虎门哥买单 桌面不能太干净 如果没给他点满满的 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你们知道卤肉饭的由来吗 据说啦 早年买不起猪肉的人 他会像那个肉饭啊 要一点肉屑猪皮肥油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边角料 将要到的这些料通通剁碎 再用酱油将它们卤成一锅 再将卤汁淋在白饭上面 卤肉饭就诞生了 我发现这碗意面里面藏了个秘方 就是这个红葱头 是老板自己亲手炸的哦 还有这辣椒酱也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不是那种工厂做好的哦 这种粗暴的搅拌 目的就是把这些肉灶给叫醒 隔壁桌的人也这样做 搅拌完之后 用最豪卖的方式送进嘴巴 你会感受到肉灶的胶脂 正在快速的填满牙齿缝隙 卤肉饭到处都在卖 那你找到心中最爱的那一碗了吗